持续关注目前韩国瑜的粉丝还是力挺韩国瑜 但是看到一些的媒体特别是力挺韩国瑜的忠实媒体 表示了一些忧虑 认为因为根据四年前2014年的九合一县市长选举 当时郭台铭首度献出他的政治站台 是为参选台北市长的连胜门站台 随后也为包括胡志强等四位 一共是四位国民党的参选人站台 承诺一旦胜选将会加码当地的投资 但是最后这四名国民党的参选人全都落败 因此对外界对于郭台铭出来参选 是否有十分把握的胜算是有巨大的疑虑 一旦出现民调出来 如果韩国瑜的民调还是居高不下 国民党是否又会面临目前的困局 值得持续的观察来看报道 郭台铭参选让一直自称韩粉的 国民党中央委员徐正文非常焦虑 本来是要求王金平退选 现在更加上郭台铭 我会建议他不要来乱了 直接不用浪费那么多时间 去直接征召韩国瑜是最快的 一直挺韩的 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王洪威则质疑 郭台铭表态只接受初选 不接受征召是为了卡韩 如果真的因为郭台铭而启动初选的话 那是不是代表韩国瑜就没有机会 在2020就出局了呢 然后这是不是就是一个变相的卡韩 我觉得这个问题确实应该要去理清 不止国民党内部人士感到不安 蓝营支持者也纷纷致电蓝营明代表达立场 的确接到很多电话 有坚定支持韩市长 希望党中央尽快征召他 也有认为郭董很有魄力 很有决断力 也非常务实 也是蛮适合人选 原本要展开联署支持韩国瑜的 台北市议员国民党团 现在也改为由议员自己决定到底挺谁 开放让所有的议员有兴趣的 那自己来联署自己一起来参加提案 那支持郭台铭支持郭台铭支持韩国瑜 支持韩国瑜完全不冲突 也有许多韩粉依然表态非韩不投 做了六支还有非韩不投 也有分析认为未来一段时间 起决定作用的是民调 国民党推谁参选还有变数 如果要办初选的话 那是不是还可以再继续征召韩国瑜 那又存在了更多的变数 那我个人觉得是说这一阵子的民调 会具有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力 如果说韩国瑜还是要要领先其他的对手 而郭台铭在这一方面的话 没有表现得比韩国瑜更好的话 那么国民党的基层民众 是不是愿意支持一个风险比较高的郭台铭 我觉得这可能还有待观察 到底是前民调还是百分之七十的民调 百分之三十的党员投票而已 以目前的民调跟人民的支持度来讲 他最有获得胜利的可能的就是韩国瑜 所以他征召韩国瑜来讲已经变成一种必要的一个做法 郭台铭参选打乱了国民党初选步调 一旦初选到底就卡住曾说不会参加初选的韩国瑜 如果保留征召 等于把郭台铭 王金平 朱立伦拒之门外 未来如何选择考验国民党主席吴敦毅的智慧和调和顶耐的能力 可以预料挺韩国瑜的所谓韩粉还是会力挺韩国瑜 但是郭台铭也表示 这个妈祖和关公会透过民调 决定他到底能不能代表国民党参选 不过到目前为止 似乎过了两天 还是没有一份具体的民调显示 这个郭台铭包括韩国瑜他们的民调到底是如何